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2018年315晚会又曝光了一些不良品牌商家的真面目 没有曝出来的不代表就没有问题 比如像下面这个问题 汽车的安全气囊是驾驶员在出现危及生命的时候的保密设备之一 但是就有那么一些品牌车子的安全气囊就是一个摆设 结果在车主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 导致车主人身安全受到伤害甚至丢掉生命 近日据新闻报道一些长安福特的汽车出现了一些事情 车都撞报废了安全气囊都没有弹出来 更狠狠的是通过厂家的检测得出的结论 竟然是没有撞对地方撞经历都不够 然后就把责任给推掉了 事情的详细是这样的 车主在2018年1月6日因操作不当发生交通事故 车辆损坏严重 但驾驶室及副驾驶正面的气囊都没有弹出 导致车主人身受了伤害 而后经过长安福特的400电话进行质量投诉 要求进行培长并收费原车 支付一辆质量安全合格的新车 然后长安福特总部派技术人员进行鉴定 就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汽车品牌的长久之机 更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不负责任 我们还是中心的希望有关部门 对安全气囊制定相关的国家质量标准 让消费者有权可为